大众精品,优品良价 大家好,欢迎来到爱多美的新品早知道 我是产品部的Alita 大家好,我是产品部的Jessica 那Jessica,今天我们给我们的会员带来什么样的新品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爱多美胶原蛋白钛饮品 终于有人来给我们讲讲胶原蛋白了 那胶原蛋白我想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生活中常常能够听到看到 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也都热衷于胶原蛋白的产品 品牌很多,然后宣称也很美丽 经常在挑选的时候就会眼花缭乱,无从下手 的确,市面上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胶原蛋白产品 要如何来选择呢?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难题 所以今天我们的新品早知道 就来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胶原蛋白产品 太好了,不过为了一些还不知道胶原蛋白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呢还是要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胶原蛋白 没问题,胶原蛋白是人体构造组织中重要的结构性蛋白质 是人体组织的主要成分,占肌肤,骨骼,关节,头发等体内全部蛋白质的30% 那占皮肤真皮层的80% 这么多? 对,80%这个数字乍一听很大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胶原蛋白会随之减少 那它什么时候开始减少呢? 那研究显示,25岁以后,人体内的胶原蛋白合成就开始逐渐减少了 然后到了30岁的以后,胶原蛋白的合成呢会骤减 这是一个恐怖故事 怪不得经常听人家说,女人30岁以后就老得特别快哦 那这句话我也经常听到 那其实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啊 胶原蛋白骤减了以后啊,皮肤会变得干燥,粗糙,慢慢产生皱纹 从视觉上来看呢,就自然会让人觉得老了 嗯,那可是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皱纹产生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中的原理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皮肤结构的模拟图啊 我们可以看到,当胶原蛋白充足的时候呢 它们就像建筑结构中的钢筋一样,牢牢撑起了皮肤 架构出皮肤的结构 那么当胶原蛋白流失了以后呢,就等于抽掉了钢筋 那没有了钢筋,像大楼是会坍塌的 要倒塌了 对,那我们的皮肤结构也就是出现了坍塌 这就是产生皱纹的原因了 对,这个图很清晰地告诉我们 胶原蛋白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皮肤就会有沟壑 好,那平滑的肌肤,就是刚才这边这张图 平滑的肌肤它是有牢固的钢筋 一旦没有这个饱满的这个胶原蛋白就会出现坍塌 皮肤就会不平滑,不平整 所以它才会看起来比较粗糙,没有光泽 那看来啊,我们为了我们的皮肤一定要马上的补充好我们的胶原蛋白 势在必行了 没错,那我自己其实每天也都会饮用胶原蛋白饮品的 哇,真的会很会保养 那你是如何去挑选的呢 因为我知道你是作为产品开发嘛 所以你在这里的门道应该是非常的清楚 问他准没错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那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胶原蛋白啊 有很多的剂型 有片的,还有这种粉末的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液体的这个剂型呢 那首先啊,液体的一个剂型 它会比粉剂,片剂就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所以呢,我一个大前提就是 我肯定会选择胶原蛋白的饮品 那么决定了剂型以后呢 就可以开始正式挑选了 首先我会看到的是原料 胶原蛋白啊,对人体,对皮肤的好处被发现以后呢 不断地被研究升级和更新换代 那第一代的胶原蛋白呢 它来自于猪蹄,鸡爪的食物 是分子量达到30万道尔吨的高分子胶原蛋白团 因为分子量太大,然后它很难被人体吸收 听你说的就是胶原蛋白团就知道它很大 可是我一直以为吃猪蹄是非常能够补充胶原蛋白的 所以平时也都是冒着长胖的风险在这儿啃呢 这个打打牙剂是可以啊 猪蹄呢虽然是好吃 但一呢它热量很高 第二呢就是它能够被吸收的胶原蛋白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然后就有了二代的胶原蛋白 那二代的胶原蛋白呢 是通过加工牛皮、猪皮 生产出来的胶原蛋白钛 那它的分子量呢在6000道尔吨以下 那二代的胶原蛋白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非常常见了 在一些化妆品啊、食品啊当中呢都可以看到胶原蛋白的一个身影 对对,这种胶原蛋白会比较常见一些 人们也其实在不断地在寻找更好的内在补充品 我相信肯定有第三代,对不对 好聪明 是的,胶原蛋白呢还有第三代啊 第三代的胶原蛋白呢它是采用了酶分解技术 鱼鳞来源的小分子胶原蛋白钛 那我们爱多美胶原蛋白钛饮品中用的胶原蛋白钛呢 就是小分子鱼鳞来源的胶原蛋白钛 你说的小分子到底有多小呢 我们的分子量呢达到了512道尔吨 那512道尔吨大家可能就是有多小 大家可能不一定有概念 那么我们来跟头发丝比较的话 头发丝吗 对,头发丝 它呢大概是一根头发截面的12万5000分之一 头发丝已经这么细了 居然还能比头发丝小那么多 所以这个真的是小分子啊 所以鱼鳞来源的胶原蛋白 除了刚才你说的小之外 它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优势呢 那经过研究发现啊 鱼鳞来源的胶原蛋白 它的结构啊 跟我们皮肤的细胞结构是相同的 因此呢 它就更易于人体的吸收了 所以这些被吸收的胶原蛋白 就如钢筋一样 因为吸收好了 它这个钢筋就牢固了 所以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平滑 是的 所以啊 一直说胶原蛋白对皮肤好 原理就在这里 现在大家也都终于明白了 那其实除了对皮肤好 对我们身体也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 所以现在不光是爱美的人 更多的人都关注到了 胶原蛋白的摄入 它的好处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原料过关以后 你接下来还会再看什么呢 接下来呢 我会看含量啊 我们爱多美的胶原蛋白钛饮品中 小小的一支25毫升 它当中还有3270毫克的胶原蛋白钛 小小的一支 就这么一小小的一支 它有这个包装非常的这个少女 我觉得第一印象就是对它好感很强 放在包包里呢 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 很可爱 但是我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胶原蛋白 钛当中的这个含量都是不同的 都是说越多越好啊 就是感觉好像是不是吸收更多会更好一些呢 是 这是又是一个好问题啊 那么胶原蛋白的摄入呢 它能否有效的吸收 它其实呢 它一个是要看胶原蛋白的一个结构 和它的分子大小 那另外呢就是要看它的或者来源是否合适 不然你分子量又大 然后它来源又不合适 其实吃下去再多也是不吸收的 浪费了是吗 是的呢 所以因为我们选用的原料好 吸收率也高 所以因此我们不用喝太多 一天25毫升就够了 对吧 没错 够了 一支 那真的很好 你看这么小小的一支 携带起来真的很方便 平时放包包里一支 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充胶原蛋白 这都是属于我们这种 偷偷变美丽的小系列当中的小秘密 的确啊 那除了年龄增长 胶原蛋白呢会流失 紫外线呢也会深入的 渗出到我们皮肤的真皮层 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 因此啊 想要皮肤变得平滑饱满的话 就需要我们的胶原蛋白来帮忙了 啊 对的 平时我们外出的时候 要记得就是要用这个防晒霜 因为刚才大家也了解到了 胶原蛋白的流失 很大一部分是 最会握手就是 这个紫外线 所以我们要隔离紫外线 给皮肤先保护好 建立一个保护屏障 然后每天呢 来一支爱多美胶原蛋白饮 来补充胶原蛋白 内服外用 双管齐下 嗯 那除了爱美 还有经常在户外活动 受到紫外线影响的这群人 还有哪一些人是需要补充 胶原蛋白呢 刚刚我们提到啊 25岁以后 人体内的胶原蛋白合成 就开始逐渐减少了 对 因此25岁开始 就可以喝起来了 提到年龄就是 我最不喜欢聊的话题 但是也要面对 因为我已经超出很多了 所以我得赶紧补充起来 我也超过了 我们大家要一起喝 那有没有发现啊 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朋友 他会发现自己皮肤 变得干燥了 粗糙了 上妆的时候呢 也不服贴 其实呢 这也是缺少 胶原蛋白以后 会出现的现象 所以呢 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啊 胶原蛋白的补充 就需要提上日程了 哎 你说的是真的 很多人都觉得 上妆不服贴了 他以为是这个妆不好 这个没化好 或者是彩妆不好 其实不知道是 我们自身的 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 所以大家在内在 服用胶原蛋白的同时呢 也要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搭配一些 爱多美各个系列的 护肤的产品 比如说 艾什洛特真言系列呀 基础护肤六件套呀 集中护理安平呀 等等 在皮肤保养这方面 爱多美做的 真的非常的专业 没错啊 我们的护肤产品呢 给皮肤注入营养 提供良好的保护和屏障 但是肌肤保养 重要的是要 内外兼修 两者则二 一天一支 好肌肤呢 要由内而外 那有一个问题 它的保质期是多少呢 那我们的这一款 胶原蛋白饮品当中呢 它是不添加防腐剂 和人工合成的香料的 因此保质期呢 相对来说会短一点 是12个月 然后产品收到以后呢 大家记得 要放置于阴凉干燥处 避免以高温 阳光直射 嗯 那胶原蛋白 作为每天 我们都会去消耗的产品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不是特别的大 是的 我们一盒 那个爱多美胶原蛋白饮品当中啊 有14瓶 一天一瓶的话 可以吃两个星期 那两盒的话呢 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消耗起来还是相当快的 嗯 其实现在跟这个外面 这个动则 这个二三十块钱的奶茶相比 我觉得性价比是高很多了 奶茶喝了以后 我们还会有胖啊 不健康啊 还不如来一瓶好喝的胶原蛋白饮 让我们的皮肤也变得更加的美丽 是的 不然怎么样才能叫大中精品呢 那我们在饮用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我们呢 还是建议啊 特殊体质或者过敏体质 要确认成分以后再饮用 那比如我们的胶原蛋白当中呢 有加入浓缩桃汁 那么对桃子过敏的朋友啊 就要谨慎饮用了 然后另外呢 瓶盖开封以后 最好尽快饮用完 嗯 明白了 那我们最后啊 还是老规矩吧 给大家总结一下 画个重点吧 好的 第一 爱多美胶原蛋白胎饮品 鱼鳞来源的小分子胶原蛋白胎 与皮肤结构相同 有效补充 充分吸收 牢牢撑起皮肤 嗯 第二 3270毫克一瓶 一天一瓶 好东西每天都要喝 第三 不添加防腐剂 和人工合成相经 安全又健康 第四 包装小巧可爱 方便携带 随时随地 补充胶原蛋白 这些重点大家都记住了吧 啊 那这么好的胶原蛋白 我们现在是不是立刻要喝起来呢 来吧 不要客气了 对 为了我们的青春 为了我们的美丽 好 有没有闻到 闻到了 桃子的味道 对 你还没说我就闻到了 这个桃子的味道 很好喝 不难喝 不是那种外面有的胶原蛋白很黏 然后口感不好 就很清爽 有一种甜甜的桃子味 我不觉得它像 一个什么内在服用的什么什么 我觉得它很像饮料一样 对 是的 清爽香甜的桃子味 我觉得这个 很好喝 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味道吧 很好喝 好的 那么呢 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呀 补充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也要告一段落了 感谢手机前的和电脑前的各位会员的陪伴 更多优质的新品 敬请期待 让我们下次再会吧 再见 再见